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治療痘痘的時候 如果說是那種媽媽或者長輩帶來的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一下 醫生啊你要跟我兒子講一下 就是叫他晚上不要打電動 然後不要吃巧克力 不要吃花生 但這邊真的是小生的跟你們講一下 其實真的跟那些事情都完全無關的 這個我覺得一個觀念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其他的皮膚科醫師認不認同 這個我不知道 我自己觀察到就是說其實蠻多病人 他的確會講說我痘痘長得很厲害 但是醫生就叫我手不要摳 我手沒有在摳 但是為什麼就這麼的嚴重 事實上是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比如說像有時候譬如說我們不小心被指割到 就算流血了後來也不會有流傷口 就不會有發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那就是很快速的一個發炎的反應 他的組織修復就會特別好 可是豆霸的形成的話 其實是算是一個慢性的一個傷口 慢性的發炎 所以我們在反轉這個過程其實需要很長的時間 譬如說病人長痘痘 或是痘疤病人他本來就有痘痘的這個狀況的話 我都會跟他講說馬上處理馬上弄好 因為你讓他有慢性的時間在上面 他真的就蠻有可能會變成是痘疤 我們的所有的皮膚來講其實臉部的循環最好 所以一旦如果說臉上有發炎的反應的話 其實是趕快把他治療好 其實才是不會流痘疤的一個關鍵 譬如說跟他講了一堆 跟他講說你這個就是切掉或是磨皮啊什麼什麼東西 他就是講說我就是要打YP雷射 這種人還蠻多的 就是他就說我就只要打雷射就好 那我也會跟他講說你這雷射沒笑你才會來找我啊 那你還繼續搞這個幹嘛 我真的我不懂 當然也蠻常見就是他痘疤很多 然後他就只想治療某一塊 蠻多人都有他自己的執著啊 他就是要做我覺得不會成功的那個部分的話 我當然會覺得說我明明不要說啊 就是我認為就是說這個做他就是沒笑 我覺得我就不願意收這個錢 我也不想讓他失望 那當然所以為什麼我就說我工具多 因為Elon就說我工具多我方法多 連你這種人我都會覺得沒笑的話 那我就覺得那就真的這樣做 像我們診所裡面的話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是皮膚專科醫師 大家看得到的機器跟沒看到的機器 我這邊我都有 原因是因為有可能就變成說 這個病人他也許 這個機器也許就是為他這個人發明的 那當然我們也有不同的一些手術方式 分了區域然後做了很多種實驗這樣子 然後才慢慢發展出來就是幾支不同的方法 可以對不同的痘疤這樣子 結子 這就很馬上 cr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